上午9点,国际排联正式官宣 女排决战日本直播有变 CCTV5最新调整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还是发了各位朋友 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排最新情况 目前来看中国女排正在征战女排市井赛 在此前中国女排是结束了两场比赛 都是与3比0的比分级别的对手 可以看出中国女排整体状态也是越来越好 随着比赛深入,作为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将会在第三场比赛中面对老队数日本女排 可以说日本女排实力不容小趣 在此前十年赛中也是输给了对方 当时主角恋蔡平是现场指挥 但是依然输给对手 这场比赛作为蔡平来说也是一场正名之战 如果再输球,可能球迷是真的看不下去了 因为目前来看中国女排虽然处于新楼球体 但是队中依然有原心意义顶响 这样的奥运冠军 如果接连输球,接连输给日本队 球迷确实不能够满意 随着就在此前作为国际培联来说 也是正式的官宣了本次的一个比赛时间 因为在此前这场比赛中 中国女排都是在晚上8点开始 但是根据本次的国际培联官宣 这场比赛将会在8点05分正式开打 可以说也是延护了5分钟 喜欢观看的球迷不要错过 随着本次的国际培联官宣时间 作为央视来说也是做出了调整 也是做出了最新调整 他也是调整的转播时间 将会在8点05分正式的直播本次比赛 虽然说本次的中日对决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蔡斌和球员们不要受到影响 因为目前来看中国女排确实需要正名之战 确实需要击败日本人的对手 能够再次的为自己证明 我们是希望蔡斌能够用好民兵群员 争取在白场比赛中击败日本率 豪雪三连胜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吧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下期再聊